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在我们深山里 有一种稀有的野生米牛桃 它的果实上有 鲁白色和碳黄色的龙毛 它叫做毛花米牛桃 这种米牛桃它的营养价值 比其他野生的米牛桃要高很多 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因为这种米牛桃非常的稀少 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 看能不能找到 好了 这里发现了一棵 在三角边发现了一棵米牛桃 上面都结了果实 看这里 接下来我就近距离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毛花米牛桃的叶子 这种米牛桃的叶子 比那种普通的野生米牛桃的叶子 要小一点 看 这个就是毛花米牛桃的果实 它的果实上一层龙毛 跟普通的米牛桃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普通的米牛桃 它都是光滑的 这种毛花米牛桃 它的果实成軟柱状或者软柱状 一般是五到六月的上旬 开花 要九到十月份 果实才会成熟 分布在我国的浙江 福建,江西,福南,广东等山区 一般是生长在海拔 五百到一千米的山地灌木层中 看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这种毛花米牛桃的营养价值 要比普通野生米牛桃要高很多 它的维生素含量 都要比其他普通的野生米牛桃要高 这种毛花米牛桃在我们深山里 也非常的稀少 一般是很难找到 它的树根 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在我们民间 这种毛花米牛桃的树根 它有抗肿瘤 还有抗氧化的作用 这种毛花米牛桃的果实成熟了之后 比其它普通的野生米牛桃要甜很多 今天找了很久 才在这里找到这一棵 结了果实的毛发米牛桃 因为很多这种毛发米牛桃都不会结果实 但我们深山里都非常的稀少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成熟 等它成熟了再过来摘 好了,这期的视频 你中文费